大家好,欧阳风。 今天9月16号,世界风云变幻,快速的很。 不单单是在亚洲,在中美之间,就连欧洲,美欧之间,也有许多的变化。 而且牵动着市局。 前一阵子,法国经济和财政部杂勒梅尔,向欧洲各国呼吁。 欧洲要在政治和科技的领域上,做到独立自主。 以便于争取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欧洲。 这样,就可以实现与中美两国,并驾齐驱。 这是欧洲方面,首度有人明显提出,中美欧三方鼎立的世界格局。 这个主张,其实并不意外。 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就提出过了,类似的看法。 只是,没有明显地说,要和中国,美国并驾齐驱的字眼。 但是,意思是差不多的。 不过,这也表示,在欧洲人的眼里,中国已经是和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。 那么,重点来了。 法国这样的呼吁,能够成事的机会有多大呢? 第二,欧洲在战略上,走向独立自主。 有什么困难?机会在哪里呢? 第三,这对中美大国竞争的局势,会有多大的影响? 今天的视频,是我们欧洲大国格局系列,又一个新的单元。 我们看一下这一位,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所用的字眼。 要在政治和科技的领域,做到独立自主。 这一位部长不是乱说的。 就是因为觉得,欧洲在政治上,过度依赖美国。 其实,我们说依赖还是好听的。 换一个角度来说,就是听从,受制于美国。 独立自主,这是法国部长说的,不是洋风我,任意猜测,妄加评断的。 第二个是,在科技上,独立自主。 欧洲国家的科技,已经很发达了。 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? 就以法国来说,法国向来重视科技发展。 尤其是在国防科技上,法国有自己的一套。 在军事工业上,法国最著名的就是阵风战机。 印度就是采购了法国的阵风战机,而且价格还非常贵。 我们看一下画面。 负责开发和建造这一款飞机的,是法国达索公司。 台湾的翻译是达说。 达索公司的威名,就好像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样。 虽然说,还是比不上洛克希德马丁。 就连台湾也在1992年,向法国采购了60架的, 幻象2000战机。 幻象式战机,是阵风战机的前身。 话说回来,当欧洲国家看到美国制裁华为,对华为芯片禁运。 同时,还把上百家的中国企业,以及实体,放进了实体清单中。 欧洲看在眼里,一下子蒙了,也觉醒了。 欧洲必须要有自己的芯片制造技术,不能够过于依赖美国。 去年2020年12月,11个欧洲国家签署了一项,欧洲电子芯片和半导体产业联盟计划。 要在芯片的领域上,投入1450亿欧元。 这就是民政。 很多人只看到美国制裁中国的企业,制裁华为。 接着是,欧盟跟着美国,制裁中国新疆人权议题。 这些人就以为,欧洲站队美国了。 欧洲要一面倒打,支持美国,对付中国。 这是见树不见灵。 杨风一直强调,欧洲会走战略自主的路线。 这是从两年多前,就一直说到今天。 因为三年前,杨风才开始做视频节目。 其实,更早一些。 在1990年代,杨风就是这样的看法。 1990年代,不要忘了,杨风当时年纪小。 无论如何,欧洲是要走独立自主的。 虽然说,今年3月下旬,欧盟议会通过了制裁中国新疆人权议题的措施。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,中国撑不住了,欧洲要倒向美国了。 杨风那时候也说,所谓的欧洲独立自主的说法, 看起来,好像是受到了挑战。 但实际上,不影响大局。 有三件事情,可以佐证欧洲要独立自主的决心。 第一件事,就是刚刚说的。 欧洲要投入1450亿欧元,来发展芯片技术。 欧洲不想要受制于美国。 第二件事,今年1月,欧盟委员会的政策文件草案显示。 欧盟已经制定了计划,要限制对美元的依赖。 所以,一个是技术,一个是金融。 第三件事,在美国的制裁威胁之下。 德国仍然坚持,要与俄罗斯合作的北溪二号天然气工程计划,会持续进行。 这一项是经济和能源。 三件事情,科技,金融,加上经济和能源。 足以说明欧洲大国要独立自主的决心,要摆脱对美国依赖的决心。 还有吗?当然还有,这两年,法国一直呼吁,要成立欧洲军。 两年前,法国总统马克龙做这样呼吁的时候,就是提到了中国和美国。 他的说法是,唯有成立欧洲自己的军队,才可以像美国和中国一样,独立自主。 这是军事上的。 还有其他的,比如说2018年,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,当时参与伊朗核协议的三个欧洲大国。 英国,法国,德国,都不同意美国的做法。 也宣布成立了一个,绕开美元结算机制的INSTAX。 这又是一项在金融方面的独立自主计划。 说了这么多,对那些坚定相信,欧洲早就已经站在了美国之中。 这一边,来对付中国。 还有那些缺乏信心的,认为欧洲迟早要倒向美国的。 杨峰也没有多余的话可以说了,大家就静待未来的发展。 欧洲要独立自主,的确是有这个心。 但是,有没有这个能力呢? 有没有这个命呢? 要如何来达成,用什么方式? 这是今天的重点。 坦白来讲,有心无力,也没有用,对不对? 以历史的角度来看,欧洲的确有资格联合起来,成为一个强权的。 历史上的罗马帝国,横跨了欧亚非三大洲。 西罗马帝国大约五百年,后来的东罗马帝国,又延续了将近一千年。 欧洲的确是有这个资格的。 但是,今非昔比啊。 现在的时空环境,不一样了。 近代史上,冒出了一个新的帝国,美国。 罗马帝国时期,已经可以说是有史以来,最为强大的海上帝国。 地中海,就是帝国的内湖。 其实,东方也有一个强大的海上帝国,而且还横跨了印度洋。 这就是明朝的郑和时代。 只不过,郑和时代,并不受西方学者的重视。 近代史上,首先出现的海洋帝国是英国,号称是日不落国。 但是,英国虽然海军力量强大,却是有对手的。 当时的几个列强,法国,西班牙,后来的日本和美国,都是竞争对手。 到了二次大战之后,美国的海空联合力量,改写了海军的历史。 全球五大洋,各个水域,几乎都有美国海军的影子。 也就是因为如此,限制了欧洲国家的发展。 限制了欧洲整合的道路。 二次大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,表面上重建了欧洲的经济。 但实质上,却让欧洲各国, 从此和美国的经济,金融,绑在一起。 这是1948年的事。 紧接着1949年,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,保障了欧洲的安全。 也就在同时,欧洲把自己的安全交到了美国的手中,从此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。 那么,往世界强权的道路上,欧洲还欠缺什么呢? 缺的还真不少。 刚刚说的,政治和科技,还要加上金融。 这就是现实。 虽然,欧洲建立了欧元区,但是,仍然需要欧元。 欧洲也仍然会出现美元荒,受到美元的影响。 每当出现了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,欧洲仍然需要美国的协助,提供美元流动性。 这就是现实。 但是,政治,科技和金融,甚至于军事,都还只是表面上的。 这是可以解决的。 欧洲真正缺乏的是,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,一个实力够强大,也愿意牺牲一些利益的领袖国家,来统合,松散的欧洲。 所谓的牺牲利益,是指浪力,会造不到一些国家的利益。 简单说,就是中国人说的,恩威并施。 威,指的是,实力。 恩是指,愿意照顾,统合一些欧洲国家的利益。 现在的欧洲国家,意见分歧,还分老欧洲,还有新欧洲。 老欧洲是指,原来的欧洲强国,比如说法国,德国,西班牙,还有意大利。 新欧洲是指,那些新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。 欧洲,虽然已经整合了,形成了欧元区,但是,还是有许多方面需要整合。 比如说,各国的债务比例,只有整合成功,才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单一经济体。 这时候,就需要一位强而有力,有魅力的领导者,或者是领袖国家。 以目前来看,法国和德国是最有可能的人选。 但是,这也只是可能而已。 虽然我们说,历史往往有一个轨迹。 但是,我们只是观察历史,历史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 对于将来的领袖人物,领袖国家,我们还需要观察。 接下来,欧洲还需要一些刺激,一些历史性的机会。 什么样的刺激呢? 就像是上个世纪,美苏冷战对峙的时候。 让欧洲人了解到,不管是从领土面积,人口以及经济的总量来看,欧洲任何一个国家,都无法单独披抵苏联,或者是美国。 这就催生了欧洲共同市场的出现。 我们再从今天中美对峙的局面来看,中国和美国的领土面积相弱,经济总量也接近。 中国人口14亿,美国人口3.3亿,这都是成为超级大国的要素。 要有足够的人口,够大的经济体量,才能够支持庞大的科技发展,才能够建构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,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。 欧洲如果不统合的话,是没有希望成为强权的。 欧洲当然了解这一点,但是整合困难。 所以,欧洲还需要一个外部的刺激,再加上一个机会。 什么机会呢? 今天的中美相争,对欧洲来说,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。 从这个机会观点来看,欧洲是不会轻易放弃独立自主的机会。 否则的话,去哪里找这个机会呢? 另外一方面,8月份,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表现,让欧洲国家大为失望。 我觉得美国不可靠。 同时也警醒了,欧洲不能够指望美国来保护他们。 欧洲必须要有自己的防务体系,不能够依靠美国。 当然了,也就不能够依靠北约。 这又是一个刺激。 欧洲现在有外部的刺激,加上中美竞争的机会。 欧盟还欠缺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。 用中国一句话来说,就是还欠一个东风。 东风什么时候来,我们不知道。 就算是来了,也还需要时间来整合。 不是那么简单的。 但是,欧洲独立自主的路线,是确定的。 我们再把时间中,拉回到中美大国竞争上来。 中美激烈竞争,欧洲是一个关键。 这就是为什么,美国积极拉拢欧洲,希望欧洲能够站到美国这边来,共同对付中国。 如果欧洲真的倒向了美国,对中国会非常不利。 起码,中国对外市场的拓展,就会受到阻力。 华为在欧洲市场的拓展,受到了阻碍,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所以,欧洲是中美必争之地。 对中国来说,北京并不寄希望于欧洲能够站到美国这边。 北京希望的是,欧洲中立化。 只要欧洲能够中立,就行了。 对美国来说,看起来希望大一些。 因为欧洲国家,在意识形态上,和美国接近。 但是,就此凭意识形态接近,欧洲就会真的倒向美国吗? 那也未必。 刚刚说的几个理由,就是最好的民政。 欧洲也想要独立自主,也想要发展成为强权。 如果在中美相争的时候,倒向了美国,最终导致中国败了。 对欧洲又有什么好处呢? 反而阻碍了欧洲发展的机会。 所以,美国看起来,虽然希望比较大,但是却很难办到。 中国方面,需要欧洲的也不多。 仅仅是希望欧洲能够中立化。 对欧洲来说,中美相争,就是一个历史的机遇。 错过了,美国就会继续领导全球一百年。 这句话是欧巴马说的。 相对的,中国向欧洲开放市场。 这又是一个机遇。 提供了欧洲发展的机会。 欧洲错过了,到哪里去找一个这么发展的机会呢? 全球除了美国之外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,能够像中国一样,能够提供庞大的内需市场。 其实,几个欧洲的国家领导人,是明白这一点的。 德国,法国,还有西班牙,都明白的。 最后,我们做一个总结,并且尝试一下,来探查一下,欧洲今后发展的轨迹。 最新的消息,俄罗斯宣布,北溪二号天然气工程的管道铺设工作,都全部完成了。 下一步,就等着德国来验收。 验收过了之后,就是正式的通缉了。 这代表了什么呢? 第一,基本上,德国初步完成了,抗拒美国的压力,走出一个独立自主的道路。 第二,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改善了。 就算美国因为北溪二号天然气工程制裁俄罗斯,也无所于大局,对俄罗斯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 第三,我们又回到中美大国竞争上来。 美国对欧洲的掌控力度,削弱了许多。 这不利于美国联合欧盟国家,来对付中国。 我们刚刚说的,美国需要联合盟国,才能够成功压制中国的崛起。 至少是,延缓中国的崛起。 对中国来说,只要欧洲不转向美国,一起来对付中国。 中国就有办法来应对美国的挑战,和打压。 不要忘记我们以前说的,欧盟对中国任何的敌意,如果没有转化到经济和贸易上来,都没有用。 美国就不算成功。 然后,北溪二号工程完成了,预示了美国要联合欧盟,来对付中国,是越加困难。 现在的美国,无法影响到老欧洲国家的决定。 德国,法国,还有西班牙,都出现了自主的情形。 美国现在还能够影响的是一些东欧国家和欧盟议会。 现在的局面,对美国来说,不是那么乐观。 能够轻易地让欧洲国家,来往美国靠拢。 但是,美国还有翻身的本钱。 德国大选马上就要到了。 法国明年总统选举。 对于选举的掌控,民意的导向,这是美国的强项。 美国肯定会在这方面着手的。 这是美国翻转局势的机会。 最后,非常重要。 一旦北溪二号天然气工程,正式通缉了。 第一,对俄罗斯来说,这会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的敌意。 也就是说,美国想要在俄罗斯的身上再做文章,难度会加大。 第二,重点在德国。 德国这几年的布局,说冷气吞声,倒还不至于。 但的确是小心翼翼的。 北溪二号天然气通缉之后,东欧国家,波兰和乌克兰在天然气过境的影响力就会缩小。 而德国的声势会看涨。 德国在欧洲的地位,会越发重要。 那么,局势的发展会如何呢? 德国有王者之相吗? 请继续收看 风云天下 杨风时评。 谢谢各位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 我们下期再会。